哈喽,大家好,我是青榜 今天要给大家分享两个无发包的发型教程 然后我们今天发型比较简单 首先现在头顶上扎两个小辫子 这个发量不要太多 因为我们接下来还要剥这个的两倍 然后再编头发 之后将这一部分头发分成两部分 编成两部分,然后和这个编在一起 编好之后再沿着这一块头发的洞 穿进去 大概刮到耳朵这个位置 然后拉出一部分的距离 在头顶上 脚尾部放到后边来 然后用夹子叠上 夹好之后这一边就结束了 然后我们接下来用另外一边这一部分桶里 将尾巴收好,藏在标上,用夹子夹起就可以了 这样这个发型就可以算结束了 嗯,可以将后面的头发拨过来 我们现在来带两个编花就可以了 藏在标上就可以了 还有一朵 然后我们现在开始第二种的发型教程 第二个发型教程的话比较适合有刘海的 嗯,所以我们现在要开始变得刘海出来啦 登,有了刘海之后呢 然后我们需要在这两边加两个小辫子 登,然后抓好了两个小辫子 这两个小辫子必须要扎太高 扎到和这个额头齐线就可以了 然后也不要扎太紧,扎的稍微松一点 因为我们还要在这里 挖一个洞,由外向内吸进去 然后另外一边也是 刀要看好地称 然后我们再加这两个变子变起来 登! 变好头发呢 然后还是根据刚刚那样 然后将头发穿进这个洞里 然后调到自己喜欢的高度就可以了 然后调到自己喜欢的高度就可以了 然后用卡子藏好就可以了 那我们这两个发型到这里就结束了 两个发型都属于比较日常的 也比较通用比较简单的发型 希望大家喜欢 那我们这两个发型到这里就结束了 两个发型都属于比较日常的 也比较通用比较简单的发型 那我们下期再见啦 拜拜